大家好,又是星星,又要和大家分享湯水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分享什麼湯水呢?果皮,這些都是十多年的沉皮,浸了它 冷水就好放沉皮進去煲,先放進去 這個湯水是什麼來的?好像樹皮一樣,這湯水樹皮的名字叫土福齡 土福齡有什麼好呢?新鮮的土福齡,去濕就最好 土福齡可以先放進去,還有其他材料 還有一斤多少少的甘筍,一斤多的粉角,一斤新鮮豬腱 我們先處理粉角,買粉角,叫姐姐加工,和大家先剔皮 粉角用來斬件就可以了 師傅,你又切東西嗎?是呀,你的刀工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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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切,為什麼呢?我都說過很多次了,家裡的刀具和砧板不是太專業的 是呀,不需要急,粉角又可以放進去 甘筍,我都說過很多次了,甘筍,買有泥的,有泥的我們叫做台卜,新鮮和夠味 不要買有泥的,乾乾的就不漂亮 切好甘筍 有很多網友問,老師,為什麼每次煲湯都加這麼多料? 是啊,自己煲老火湯,粥料,粥料那麥,粥料麗湯 外面的說是粥料麗湯,把粥無粥料,一定不粥料 好,自己煮4-5斤或6-6斤,煮3個飲品 我們在外面做一斤整體份量的材料是一對30,一斤對30份水 在外面,不是喝不到好的湯,很少,自己在家放些材料去煮 新鮮豬腱,我熬湯很喜歡用豬腱,不然煮完還可以吃 新鮮豬腱,有些網友說,為何你不飛水 新鮮豬腱,看你自己喜歡 這個好像很難切,中間有一塊骨 可以放在一邊備用,這塊切好 可以飛水,現在飛,不飛水直接放進鍋裡煮 最重要是洗乾淨,清乾水 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什麼叫做飛水 我們飛水的目的就是什麼呢 飛水的過程之中,讓肉的血水和不好的味道飛出來 我們飛水有一樣很重要的步驟就是 就是,下水下去,冷水下去,你就好下肉下去 喂,星星,飛水不是下滾水嗎 飛水,一定要冷水下,如果你大滾水下去,把東西下去飛 水一大滾水,你把肉放進去,你就鎖死在表面 裡面的雜質,那些不好的味道,就飛不出來 飛水,我們做中菜的,是一個很專業的步驟 一定要冷水下,特別是,你飛雪藏肉,雪藏骨 現在,你不做正統的飛水步驟,你不做正統的飛水步驟 你不想像它本身的雜質味,那些雜質味 和大家說這件事,這就叫做專業了 飛一會兒再和大家說,現在又看到,水不斷加熱過程之中 它會不會有很多,它會消失,水已經變成,奶白色 這些東西,就是一些,它會消失的雜質 不斷加熱,至會滾,肉要滾到熟,和透,這就是飛水 肉飞到一段时间,所有杂质都会昔出 旁边的泡是酥味和杂质都会昔出 现在这个步骤,用凉水洗净 然后放入汤中煮 用水冲一下,冲在表面的杂质 然后可以倒下 倒下,停一下水 然后可以倒入汤中 放入肉,大概煮30分钟 然后收小火,再煮2个小时 现在煮的汤大约煮了2个小时 水就差不多收到一半 这里倒出来大概是3碗汤 我常常强调就是 用凉杂质去煮汤 只有自己在家煮,才可以做到 这些汤水,你在外面给钱都喝不到 所以我就说,煮汤一定要加足料 至于这些汤渣,吃不吃就会切除专便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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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帮我星星分享下 追踪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